一场太阳花学运掀起了台湾社会对两岸福贸协议的更加关注与讨论 世卫媒体日前邀请中研院法研所副研究员黄国昌和陆委会主委王玉琪 立委尤美女及前北市法规会主委叶庆元等四人 共同探讨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在官方版和民间版的差异 有大量网民关注这场网上论坛 现场开播之后观看人数一度突破3000人次 中研院学者黄国昌与陆委会主委王玉琪 在天洋花学运推厂后首次就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公开对话 陆委会主委王玉琪主张应该等谈判大致完成 再召开各自表述公听会 不过一谈到国会监督的实质效益 双方展开言辞交锋 我们不能够说这一种到立法院去背询的这一种关案报告是 国会监督是不够的 我觉得这样说说这个国会监督是不够的人 他基本上都没有站在背询台上被立法委员问过 行政官员在国会殿堂上面说谎 有没有任何法律责任 没有 之前情留感的案子 还有后续的一些官员在打询台上面公然说谎的案子 他们需要负任何的什么法律责任吗 没有 连政治责任都没有负 民检版监督条例 希望两岸协议签署前 由行政部门先提出缔结计划 国会有监督权并可重启谈判 而如果会主张 国会意见只能作为谈判过程重要参考 否则不立政治责任归属 那今天如果立法部门通过之后 谈出来东西如果谈不好 到底谈不好这是行政部门的责任 还是立法部门的责任 这会有混容行政跟立法之间的责任的问题 如果是今天国会所提的修正意见 而导致行政权谈不下去 而这个国会他所提出来的修正意见 是一个没有道理的修正意见的话 当然台湾的人民 他会把这个责任归属在立法权之上 80分钟的线上对谈 官方 学者 民意代表多方交流 同步观看人数一度突破3000人次 前接太阳花学运后 台湾社会对服貌议题更加关注 新台湾电视综合报道